我那爸真子对在现场拍摄影片的知名左翼男子 约翰沙利文为何可以当场判断巴比特死亡 感到怀疑 发现从不同角度巴比特遭到枪击的影片中 可以发现不是川普支持者的人士 在现场煽动暴力 制造冲突 其中一名拿着安全帽砸玻璃的男子 在巴比特中枪后 跑到警察后面换装 我那爸真子质疑 如果这名男子真的是一个川普支持者 为什么会有 发现从不同角度巴比特遭到枪击的影片中 可以发现不是川普支持者的人士 在现场煽动暴力 制造冲突 其中一名拿着安全帽砸玻璃的男子 在巴比特中枪后 跑到警察后面换装 我那爸真子质疑 如果这名男子真的是一个川普支持者 为什么会有如此可疑的行动 阿波罗网询论员王杜然表示 报告